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位于海南岛中部 总面积4269平方公里 涵盖了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 和55%以上的天然林 近年来海南加快建设智慧雨林项目 依托振动传感器 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等手段 实现了对五指山 英哥林等 重点区域的监管权覆盖 通过这个平台 为我们保护给客人提供一个技术基层 不要过多的人质干预 让整个西地处于一种 治人的状态 是最好的一个保护措施 随着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 国家公园监测和保护能力 也在显著提升 这里是五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 这里记录到的鸟类达430种 让全国种数的近四分之一 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 工作人员布设了将近800个红外相机 捕捉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穿山甲 黑级等一批旗舰物种 时隔十多年重新现身 7月8号 五夷山国家公园再添5个昆虫新种 自2016年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已累计发现24个新物种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 三江园国家公园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在国家公园境内的动物种群和数量 都有了明显增加 过去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雪豹频频亮相 金钱豹 野牦牛 黑井鹤 藏羚羊等 高原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成为它们的重要气息地 各地还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保障 吉林黑龙江阳省密切配合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修复 野生东北虎增长至50只以上 野生东北豹增长至60只以上 已成为我国仅有的野生东北虎豹稳定栖息地和扩散种源地 这里还联合社区开展共管共建 全民抓保护 全民建公园 已成共食 大熊猫国家公园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近年来 各地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建立起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协作工作机制 采取风山御林 植被恢复 综合巡护 专项巡查等措施 重点修复受损的大熊猫栖息地 建设大熊猫重点生态廊道 野化放归基地等 同时 国家公园辖区内的原住民转为生态管护员 与大熊猫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鼓励当地的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增强他们主人威胁 让他们去保护这片林子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扎实推进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 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